念在你我多年交情的份上 可否成全我一事 你说 离开我的生活 我求你离开京城 离开我和吴城 离开我的视线所及之处 求我 盈夕 我答应你 等治好你的眼睛 我就走 别 不用等 明天你就走吧 你为什么这么着急让我走呢 难道是你怕我 破坏你们之间的感情 你放心 等治好你的眼睛 我就走 至于过去的事情 我早忘了 你都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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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年 我不断跟自己说 是你害死了我奶奶 还气坏了我爹爹 可我不知道 是习惯了你 还是舍不得你 我总是 晓妻 你都忘了 我 你都忘了 你都忘了 忘了好啊 我不断害你 你都忘了 我也该放下 该放下 阿童 所以我求你 成全我吧 离开我 别在我的眼前晃来晃去 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真心待我的人 求你成全我和吴昌 让我们好好生活吧 行吗 明显 你幸福了 你走了以后 我的心就像被掏空一样 他是一个在心里 可以替代你的人 我的心不空了 可是幸福 幸福能代替我 能 怎么不能 只要你离开我们 别再出现 我们 会很幸福 好 我走 这样能够成全你们 给你幸福 给你幸福 我走 我走得远远的 我走得远远的 天来的 天来的伤 还未痊愈呢 这儿有我和喜莲 我们会好好照顾她的 等她的伤痊愈了 我们也该回乔军了 我们会带她一块回去的 我们会带她一块回去的 你放心走吧 在家里扫散 我都别赔了 我走不过 我走不过 我们会带她一块 我走不过 我走不过 сверкion 我走不过 你才能处理 我走不过 我走不过 你会支付 我走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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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走不过 你何回事 走不过 流水啊 留不住一片伏笔 黑夜啊 遮不住若映若显的心 思念越深越不平静 清风啊 许有明月相隐晦 而我 只愿有你随我同行 别让我独自去追寻 明熙 我以为这个世上 你最懂我 是我唯一的依靠 可是 造化弄人 唯世间秦为何物 秦为何物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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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 他究竟是哪一点好好 哪一点比我强 别忘了 我是太医 我是我们乔骏 到京城太医院的 第一位太医 他只是一介草医 居然到了京城 客官 还可以抢我的风头 只要你今晚没有忘记付我酒钱 我管他谁想谁风头的 别忘了 我是太医 还能少了你一碗酒钱 拿一壶去 他们这个店里可以抢我的 我只要你的 我一定要做 我一定要做 我做一个 你带来 我去没有 你带来 你带来 我这带来 你带来 你带来 我这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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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会忍的 等到合适的时机 我把现在所有的围巨都还给他们 我爱上他们 痛不欲生 你回来了 这手怎么了 没事 这原话怎么还没起来吃早饭 他走了 走了 这 自打来了京城之后 他就一天没有消停过 竟是惹麻烦 不停闯祸 我就让他走了 去哪儿了 还能去哪儿啊 从哪儿来的回哪儿去呗 你去哪儿啊 反正啊 我不喜欢待在城里 我就把珍酒麻醉交给你 等我一走啊 这城里头 就只剩下你能够替曹操治病 到时候你再看看太医院的那帮孙子 还敢想瞧你吗 还敢瞧瞧你吗 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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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站住 你怎么来了 我怎么来了 我昨天就喝点酒 说到醉话 你怎么这么小肚鸡肠呢 你背着行李回乔郡了 你让师父怎么想 你让乔郡的师弟们怎么想 说我吴城到了京城以后 谁也不管不问了 连你我都要气回去了 我不能跟你回去 为何呀 你生我的气 我还生你的气呢 不守承诺 你是不是答应过县令 要把明心的眼睛治好你再回去 是啊 明心现在眼睛好了吗 那你为什么还要走呢 我 算了 我对你啊 也是失望透顶了 不守承诺 别说明心了 你连天来你都不问了 你可真够狠心的啊 好 从此以后 你走你的乔郡路 我走我的京城道 再会 不是再会 是以后再也不会 师兄 我跟你回去吧 真的 其实 我不是真的想走 我也放不下天来 我只是 我什么我 走 跟我走 师兄啊 等明心的眼睛治好了 我还是要走的 行 从此以后 不许不辞而别了啊 走走走 进来呀 进来 明心 你回来了 我等你吃饭呢 你看 我把师弟叫回来 过来 老老实实在家住着 直到把明心的病治好 你可是答应我的 小姐 怎么了 小姐可能不太舒服 我去看看去啊 师兄 明心不高兴了 我 别再跟我降了 师兄 看什么书呢 医书 师兄 我在你这儿 练练针法 行吗 练针法 练吧 我可能会絮絮叨叨的 你练吧 行 头疯病 想去痛 一定要找准三个洞 睁大眼睛别做梦 手稳针准不能动 其实啊 这针下去也没什么特别的 不过要注意一个小小的技巧 袁华 你昨天给丞相针灸麻醉 对 镇台医发话 太医院愿意全力配合明星的治疗 咱们 终于可以去找贾太医了 好 我陪你一起去 嗯 华大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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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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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甄大人 您在呢 华大夫 丞相已经吩咐了 让我们尽量配合您的需要 甄大人 您太客气了 这是您的地头 您不让我来 可是我为了明星的眼睛 我不得不来呀 太医院这个地方 可不是寻常百姓 都可以随便走进来的 朝廷禁地 可是 现在 丞相是您的保护伞 所以 我只好奉命行事 甄大人说得太好了 我个人觉得 不管大官小官 都得遵守规矩 千万不要仗着全市 去欺压别人 我来京城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想 找一个太医 那 华大夫 您想找我们太医院的 哪一位太医 擅长医治眼睛的 假太医 甄大人 这 去去去去 请稍等片刻 我收拾一下 走 刘某不猜 也善于治疗眼疾 只是假太医 年事已高 而且是耳隆眼花 你又是丞相的至焦好友 这件事 还是我去罢 多谢刘太医的好意 此次进京 我是冲着 我冲着贾太医来的 贾太医虽然是演技的名医 可是我的医术 贾太医 已经年事高了 何况刘太医 在治疗眼疾这方面 还是个高手 我就想请贾太医 不行吗 行行行 华佛 其实刘太医在京城演技 也是一个大家 医术不在贾太医之下 要不 华先生 你就别闹了 就算我求你了 就让刘太医去好了 我说你怕什么呀 华先生 要不这样 我答应你 明天我悄悄地跟你 去给明星姑娘看病 现在 你就让刘太医去吧 再说了 多一个太医 给姑娘看病 不是更好吗 我求求你了 老贾一生是谨小慎微 就想平平安安 稳稳当当的 说你什么好呢 就是刘太医吧 不过 你去说 我可不说 好好好 我去说 我去说 刘太医 就您去吧 算你失相 你 明华 华先生啊 看病要紧 别闹事 看病要紧哪 吴先生 明星 明星 这位是太医院的刘太医 专程来给你治病的 明星小姐 小女子这乡谢过刘太医 受华先生所求 丞相所愿 如我分内之事 我一定尽力 我可没求你啊 我求的是贾太医 原话 来人便是客 刘太医院 刘太医能屈尊前来 小女子已经感激不尽了 快请坐 好 请坐 你要是不说话 没人拿你当哑吧 明星小姐的眼睛是中毒所致 中毒 对 是一种毒素 震透了你的体内 常年的积累 伤害了你的体内经络 所以你的眼睛才模糊 毒素 师兄的医术当然没问题吧 医德嘛 我有所怀疑 那刘太医如何医治呢 先排毒 后治也 对 你看看 这个是我之前开的药方 看起来 你还真有两下子 这药方温而不蒙 其效力随缓时强啊 不错 要是将 此两位去掉 换作这一位 这效果 不是更好吗 对呀 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刘太医啊 你还真有两把刷子 因为啊 毒素侵入了她的身体 不可能全部排除 但是 要尽量排除大部分毒素 这样呢 她的病才不至于反复 再经过药物的调理 一定能够达到根治 高 刘太医不愧是太医院的名医啊 之前多有得罪 别往心里去啊 华先生真是个爽快人哪 错了就是错了 对了就是对了 过去的事就让她过去吧 从今天开始 咱们俩好好研究医术 为明星小姐治好眼镜 对 给明星治眼镜 华先生啊 假太医 来来来 请请请 好好好 谢谢 谢谢 华先生啊 有个病人耽误了点时间 让你久等了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看您说的 这看病为主啊 华先生 刘太医看完明星姑娘的病 他怎么说 一说到刘太医啊 他这么一搭 就知道明星姑娘的病根了 我打心眼里是挺佩服她的 可前几天呢 我在太医院 是不是太过分了 没想到太医院 真的是藏龙恶火啊 华先生 过千了 你的针灸麻醉的独门绝技啊 现在已经是 明镇京城了 算不得什么 如果假太医想学的话 我可以教你啊 好啊 今天聊了这么多 咱们就聊到这儿 我呢 再回太医院去查查要点 看看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那就拜托您了 那咱们就说定了 以后每日 此时此刻 就在此地 不见不散 不过啊 还有一件事情相求啊 您说 咱们俩见面的事 千万不要告诉刘太医啊 否则 否则会出问题的 华先生 你这铁器可管用啊 我关某还真是没有见过 像这种制法啊 那天马腿受到重击 碎的骨头渣子 留在了肉中引发了感染 我只有取出 才能保住她的腿啊 华先生行医 真是如兵法所欲 出棋方能制胜啊 不过有一点 要跟大哥说明的 等他腿伤治愈之后 可能 他会瘸鬼而行 不能随大哥 驰骋将场了 这马跟了我很多年了 你该歇歇了 好 见 这马的腿能保住我 全仰仗华先生的医术了 你算是他的救命恩人啊 这马怎么了 是啊 这个马呀 能保住性命 那可真是万幸啊 天来 病好点儿没有 孩子 等你病好以后 就到我府上住几天 你呀 也好好散散心 怎么样 这孩子 除了跟我亲 剩下 和你最亲了 那是 你看 这马都治好了 何况天来 也应该好了吧 天来呀 好好把身体养好了 华叔带你去 关叔家做客 好不好 学生拜见大人 大人 不知道请学生过来 有什么事情吗 你那个师弟 华佗 最近好吗 多谢大人挂念 师弟和刘太医 在治民心的病 这个孩子啊 除了他 那种针灸麻醉 他还在研究一种 对人体消除痛苦的 那种麻醉药 是吗 我这个师弟啊 天资聪明 经常会想一些 奇招艺术 今天想一个什么新的技法 明天 就想一个什么新的配方 好一个不顾不自封的天才呀 要成功了的话 没准他 他可以轻使刘明啊 你有没有见过这个配方 他自己在折腾 学生没有留意 你要留意 我告诉你啊 这个药方对你在太医院的前途呢 是很重要的 明白吗 诺 要不这样 我把我师弟的配方 拿过来请大人指点一二 不知道大人可否赏脸 我告诉你 我这个人呢 就从来不喜欢管人家的闲事 可是 你那么诚意地要求我帮忙 我能不帮你吗 况且这个事情还造福人群 名流青史 多大的盛事啊 你看 我怎么会不帮你呢 多谢大人 好马 曹淳相听说将军的坐骑 因伤而瘪 他命人送来赤兔马一匹 赤兔马 莫非是 吕布之汉血宝马 对 曹淳相特意命人流言 他威恐将军拒绝此马 故趁将军不在家之时 命人送来 说世人传言 人中吕布 马中赤兔 但吕布岂能配上英雄二姿 唯有关羽将军才能配上此马 望将军念及他真心诚意 切莫推辞 此马体型矫健 身无杂种 真乃神居也 将军要不要骑上一程 凭此马好生未养 但我不会骑 这 这是为何 我日后骑此马之日 定是寻 大哥之时 我来京城的唯一目的 就是给明心治眼睛 明心的眼睛啊 不能急 千万不要反复 那样后果不堪设想 会有什么后果 彻底的眼下 您的意思是说 就算明心把眼睛治好了 他也有可能会反复 对 不过你不要着急 咱们一步一步地来 一定能够把明心的眼睛治好 你好像还有事啊 我还约了一个朋友 那 你就先忙你的 我再研究研究 行 那您等我回来 要走去走回啊 未来出来见您哪 我编了个瞎话 骗了刘太医 这才出来见到您 那刘太医他人呢 他在我家 为明心研制排毒之法 好 好 好 来 您看看 阿满 我来了 华佗啊 你来得正好 来来来来 看看 司徒画得如何啊 战袍 战袍 再好看也是战袍 战袍有杀气 闻着就有血腥味 你 我说你小子 也就是你敢在我面前说这话 我的眼里呀 没有丞相 只有多年的好友 来来来 如果说我的心里头 只装着贫富贵贱的想法 那你还安心让我下针吗 现在啊 很多医生名气大 架子大 全都是因为你们这些权贵 让他们心存杂念 把医术变成了权术的筹码 你说 他的医术能高吗 你说得有些道理 这些年啊 敢在我面前说真话的人 可是越来越少 所以我才把你请来 让你看看这幅画 绘制得如何 这可是专门给关羽所绘 怎么 你想收买关将军 云长将军 那岂是小恩小惠所能收买 我只是觉得 像他这种战神 配此等战袍 方显英雄之风 你们的事我就不懂了 威补威风嘛 先让我治你的头风吧 慢 所有丞相接触之务 均要查检 什么 查检 我又不是第一次下阵 近日根据宪报 京城有一批叛贼要加害于丞相 过从今日起 吴等要加强戒备 为丞相执安危负责 华佗 今天就举给曹操干命 要是计划无误 苍天保佑 曹操的命 没多久了 好太好看了 只是曹贼天性多疑 此计能否 顺利时事啊 大哥 精心安排 曹操 在劫难逃 可若是曹贼涉岗查检 这难免会败了我 你们查吧 查吧 我实话告诉你 我话头尝尽了天下的草药 我的身体是药壶 我的血液是药汤 我身体上上下下都有毒 信我 就让我治 不信 我就拍屁股走人 给我 你都真沉得住气啊 你就不怕曹贼查出剧毒 顺着线索把你查到 再把我们查到吗 要是查出来啊 那是苍天无眼 要是查不出来啊 那就是曹操的阳寿已尽 禀丞相 并无异养 丞相可以安心一致 好啊 我说你别走啊 来 要不要把我的衣服脱光了 查一查 你还没查呢 好好好 算了算了 他们也不容易 乃奉命行事 你们都下去吧 诺 你以为我冲他呀 我冲着你 跟你多年的交情 你一句屁也不放 真让人寒心 我身为丞相 既传了命令 却又因人而异 只会让他们无所适从 只有一视同仁 方可有令必行啊 我也是开玩笑的 既然你为难我 我也为难为难你 扎针吧 扎脑袋不能开玩笑 你就放心吧 小心点儿啊 小心点儿啊 小姐 是天来 天来能下床了 啊 啊 啊 还有呢 来 吃个这个 慢点儿吃 都是你的 别掖着啊 想喝水吗 嗯 等会儿华先生回来了 要是看见你能下床了 一定高兴死了 天兰 没有人给你抢 慢慢吃 这还有吗 慢点吃 慢慢吃 慢点 天兰 你好了 让我看看 小姐 小姐 天兰 脚刚刚好啊 赶紧回去休息 天兰 我说话你听见没有 快去休息 天兰 天兰 五读相课杂论 怎么 你对这个感兴趣啊 我说你小小年纪的 可不能看这种书啊 知道吧 你想学艺的话 可以问话书 来 听话 回去休息 听话啦 我说你 你放手 放手 怎么跟小孩子 抢起书来了 这孩子 小孩子嘛 对什么都是好奇的 你还不是一样 就喜欢看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锅头 主人熟失一只笑 研究麻醉药呢 怎么样 有配方了吗 有是有 都够完善 所以呢不能跟外人讲 我又不是外人 说来听听 师兄 你还记得 上回我爹使用麻醉药 出事那次 这个麻醉药啊 跟其他药不一样 这剂量不足呢 不行 这剂量多了呢 会导致人死亡 所以在我没有成功之前呢 我怕对你有所误导啊 看来 没把我当成你师兄 什么都不跟我讲啊 看你说的 在我心里啊 除了我爹 你就是最亲的人了 我怎么会把你当外人呢 目前这个药 真的是在实验阶段 你就是告诉我 我也不可能拿去到处乱用 还说同门呢 一剂药的配方 现在都遮遮掩掩的 师兄 你真的误会了 要不这样 我的麻醉药方 只要一旦成功了 我第一告诉你 算了吧 看你还是信不过我 放心 我以后再也不会问了 省得以后 说我欠你配方 抢了你的功劳 罢了 行行行 真是的 来 你看 你看 这是配方 当然 你要不想说就罢 何必拿这东西来框我呢 师兄 师兄 真是配方 小姐 如今咱们与华先生 同住在一个屋檐下 这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你们总是这样互相躲着 他去吃饭 你就躲在屋里 你不出门呢 他也不敢迈出房间一步 这如此下去多尴尬呀 毕竟 他还是要为小姐你看病呢 我从来就没想让他给我看病 是弟弟的意思 再说了 你以为我想这样啊 难道我不尴尬吗 我若是不尴尬 便不会三番五次地赶他走了 只是每一次 他都走不掉 其实 咱们就这样在屋里待着 他与吴先生 刘太医 一起为你研制看病之法 这互不相干的 你也没必要赶他走呀 我赶他走 并非只因为我 你看 他自打来了京城之后 便一直麻烦不断 天来受伤 大闹太医院了 还抢了吴城好多风头 我赶快看病了 就像鼻子